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來,再快一點! 哈囉,傑克! 來,再快一點! 大佬,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38歲,深圳人 好,來!38歲,深圳的大佬 好,來,你今天沒喝酒 先爆氣,三次喝了酒 沒事啊! 講話可能不是很清楚 OK啦,還是很好 但是中指圖的股票還是漲了 但是我撿出來已經晚了 但沒關係,當天那天大家看到的 都恭喜他們 那天看到直播的,有去買的 恭喜你們都漲了 今天主要回答兩個問題 剛才那個第一個問題是 前面有一個是 我只聽到的一半了 他說那個 VC和國內VC的一個區別 外資VC 對,他說外 你上次講是外資VC 就是不行了嘛 就已經差不多到想測了 但是他說本土VC反而是很好 很好 我覺得我是這樣說 首先第一個我想說的是 不管是本土的VC 還是外資的VC 在整個2023年都不好 所以現在業界送給我們一句話 叫做消失的他 因為大陸有個電影很火 叫消失的他 然後他們把我們稱之為消失的他 因為今年有2000多家的基金 是基本上停擺了 就VC基金停擺了 然後有800多個基金是註銷了 那麼這個就是很顯然的看出來 風險投資這個行業的 今年2023年的中國是不太好的 但是全世界也不太好 所以我想說他為什麼會不太好 他的基本資上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前面從1990年代開始到2020年結束的 互聯網的難潮結束了 也就是前30年因為互聯網技術 快速的噴發的一個需求結束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誰來替代互聯網成為下一個風口 他遲遲沒有出現 我本人認為可能是AI 因為資金更多的像風投這種 電動車不適合 電動車不太適合VC去投的 不太適合 其實我們是這樣的 所謂的風險型的投資 我們覺得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有做早期項目的 還有做超早期的項目的 然後有做這種風險投資 A能 B能 包括PE 然後還有戰略型投資等等 還有產業基金等等 它其實是分很多內幕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這一個 主要就是 以前依附於互聯網快速發展的 這個風險投資 就是VC這一塊 大家可能平時看到的一些明星投資人 這個我覺得是 確實是在2023年是不好的 但是不好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今天去考慮整個環境的問題 那你不如反思你自己的問題 對 我自己覺得在以前最大的問題 是這些VCR 它的退出機制太簡單了 就是說要麼就是IPO上市 我可以退出拿錢 要麼就是我把它機骨傳花 傳下去 而不是依託真正的說 今天這個項目掙錢了我來分紅 大部分是頂承著說 這樣的一個機骨傳花的 這樣的一個遊戲 就是說大家 如果你現在這個經濟環境下 包括全球的經濟環境下 你用這個思路再去做風投 我覺得是很難很難的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做基金的朋友 聽到我講一些 分享我自己的思考 我自己年來的思考 我自己年來的思考 我覺得主要是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我是想把以前的這個基金 從純金融的投資型基金 轉化成一個產業型的投資基金 因為以前我們基本上就是說 把錢投進去以後 我就是等於說就是財務投資人了 對吧 炒股 我投進去就變成財務投資人了 變成財務投資人 基本上我對這個企業 也不會有什麼幫助 然後主要就是靠他們自己運營 然後可能我適當的提供一點資源 然後等到他們IPO的時候 散市了然後我分錢 那現在我覺得其實更多的 應該是從產業去考慮 就是說你這個基金 要去積累你的產業能力 那比如說你現在看好製造業 或者是看好AI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把你自己基金的資源 全部往這個產業去聚攏 然後後面你去做這個產業的時候 你同時可以幫助這個企業一起去成長 並且讓它快速的能夠獲得盈利 盈利的情況下 然後你能獲得分紅 不能再用以前的思維去考慮這種投資方式了 那麼第二個我覺得這個投資 從原來的加速性投資要轉成孵化性投資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心得 就是因為以前我們是當初企業加速的 那這個企業它本身就不錯 資質也很好對吧 然後在某個明星機構的帶頭下 可能我們就幾百家機構就去投它 大家都給錢給它 讓它快速的起來 這是加速性的做法 那麼今年其實我從今年大概七八月開始 我就覺得應該是去做孵化型的 而不是做加速性的 所以更多的我會去看一些有創意的超早期的項目 然後幫助這些企業 從一開始就是我們所謂的那種天使人 我會投的比較多 但是份額不大 比如說每次投個500萬 300萬 這樣能幫它看看它能不能孵化出來 孵化出來以後 我們確定了一定的能力再去做 而不是以前跟著大家去跟風去投加速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轉型了 就是要去轉型 當然你說原來的這些國內的 其實國內做VC的也很多 他們比外資更差 因為它的遊戲規則也是這樣 只是說它剛才說的可能有點問題 它說的可能是產業型的基金 就像我上次說的 或者是戰略型投資基金 戰略型投資基金基本上就是說 比如說我以前在阿里戰投的時候 我投資我是不在乎這個項目掙不掙錢的 我在乎的是這個項目它能不能補齊 我現在整體集團的業務空白 或者能助力我這個業務去多樣性的發展 我的考慮方向是這個而不是盈利 比如說產業型的基金是什麼 比如說它是投某個產業 比如說我是投電動車的 那我投到電動車裡面去以後 那我可能這個電動車要10年20年的成長 我可能就產業型的基金 所以它講的其實不是VC外資和內資的區別 而是說產業基金在去年會比較好 但是整體的風頭去年都不好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自己認為整個世界的 這個互聯網的這個原生動力變慢 變慢以後新的技術迭代沒有出現 也就意味著風口沒有出現 基金就是玩風 就是你VC就是玩風口的 你風口變少了你自然而然就會變差 這是我剛才就是回復第一個同學他說的這個點 就是我覺得他講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 而且不清晰不對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第二個我想回答的是那個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四方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